日本防衛大臣冰田靜一在美东时间14号 就在华府跟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进行会谈 那两个人就在会晤当中再度确认了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也希望海峡两岸的问题可以和平解决 这次的会谈大约是95分钟 这也是冰田就任防长以来第一次跟奥斯丁面对面的会谈 有关美日的国防合作 冰田说了日本将会制定新的国家安保战略 研绎了包含所谓反击能力在内的各种选项 在五年之内彻底的强化防卫能力 努力的增加国防预算的金额 那至于奥斯丁他在会议上面就抨击了 中国在台海跟日本周遭海域的胁迫行动 是挑衅而且破坏稳定的 跟冰田异口同声的说 不可以容忍任何片面改变现状的企图